法警昌售华人引發巴黎示威集會已到第四個晚上 當地時間星期四晚上新星期中開始 支持者在位於巴黎中心以東的共和廣場和巴士底廣場 這兩個地點進行了和平集會 為死者討公道 美國家實現多價水源多年來因為金屬採礦而受到嚴重污染 當地人一直爭取將這些金屬採礦公司趕出國家 該國日前通過了禁止金屬採礦法案 成為了全球首個禁止金屬採礦的國家 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走訪北極並視察冰村 他在一個北極論壇上說 氣候變化不是人類活動所造成 正如這些現象在193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 因為問題不是阻止氣候變化 而是設法適應這個現象 普京這一番言論 被指同認為氣候變化是編局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場一和 福島核事故發生至今已經超過六年 日本政府在今日解除對於原來的飯館村 村園丁、浪江丁三個丁村的部分疏散指示 並且明天將會解除赴江丁的部分疏散指示 調查顯示 民眾擔憂核電站的安全已是醫療環境 生活用水的安全問題 所以無意重返該區